这是我,然后西爷爷问了我的理想 然后我回答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 然后爷爷说让我好好努力 这是弟弟 这是我,我坐在西爷爷旁边 然后西爷爷问了我的梦想 然后我说我想当一名印度人 然后西爷爷说这是一个好的志向 让我好好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 看到是我在总书记下车了 那我把他献给总书记 总书记给我说了这些点 今天我来你家做客 我要特别的激动 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 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现在的党的政策也那么好 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可以养满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 还要去把后代培养了 要用 当时见到西爷爷特别激动 在他身边坐下的时候就感到特别亲切 没有那种特别陌生的那种 就他说话也特别的和蔼可亲 在门口接待了西爷爷的时候我说了 然后出去的时候也我说了 幸福也开心 西爷爷是一个高大 像亲戚一样来家里做客一样 不过自己来会儿就是打篮球啊 小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天天都在一起 做什么都是一起的 喜欢就是去村子那边有个篮球场 然后我们村里面有几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天天会去那边打篮球 因为从小就喜欢体育嘛 然后就说了想当运动员 运动会带给我快乐嘛 每次比赛都有这个目标 拿第一名 想成为一名篮球员 然后到了体校就一直学习篮球 遇到困难的话就坚持地训练 然后坚持地学习 因为为了梦想 我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职业篮球员 西爷爷我要对您说 我要努力地去实现这个梦想 拿成绩给你看 现在我带的里面有26个小孩里面 他是最小的 唯一的一个初衷师 每次上课提前过来 吐吐拉什么都很自觉的 小学生 путеше 牵着 关键 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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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它们现在努力 我也要给它们都说了 你们两个对总是怎么说的 你们以后要 一定要达到这个话 我们社会上能用的人 一定要做就这种的人 习爷爷鼓励我的话语 我一直记在了心里面 每当有什么挫折的时候 都会想起习爷爷对我说过的话 重新鼓励自己 去年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 中考考得还不错 尽了灵芝衣中 分班分文理的时候 我也选了理科 想当一名医生 一直在努力着为这个梦想而奋斗 同时特别开心 然后最后跟我说了两个孩子要培养好 这边卡拉松是一个民族团结 经过只好盛开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